第1441章大事不可逆 宇文轩来巫族的目的 在来巫族的路上 黑巫主便已然说过 此刻在文 心中早有准备 神情倒是没有太多变化 淡淡道 他自愿的 谈不上自愿 英婆婆道 大清神国 那可是混沌万古宇宙中的巨头势力 随便一出手 便可让万界将于任何一个势力 为之胆寒 宇文轩身为大清神国十九皇子 虽然不能全权代表大清神国 但以他的身份 手下汇聚的势力 也不逊色任何一个次黄金势力 再加上大清神国做靠山 所以 你们便强迫他嫁给宇文轩 照放声音依旧平静 英婆婆似也没有听到 这声音中蕴藏的含义 摇头道 你既然从杀破界闯出来 应该知道一些上古秘文 上古一战 黄金谷族强者静默 彻底从巅峰走向没落 恰逢人族势力强势崛起 要对谷族赶尽杀绝 无奈之下 我古族先辈为了寻觅重新修养生息之地 以及彻底震杀太初生灵悔的决心 结伴离开万界疆域 去闯荡凶险万分的混沌万捕宇宙 这些 照放从老屋住那里听说过 如今英婆婆重提 还是在宇文轩这个话题上重提 照放不免多想 莫非宇文轩有古族先辈的消息 英婆婆在上看了眼照放 点了点头 不但如此 她还带回我屋族先辈的信物 并以此为聘 想要求取同丫头 晚辈有一事不明 大清神国身为混沌万古宇宙一方巨头 万界疆域在其眼中 不过是一粒尘埃 如此强大势力的皇子 为何不对其他神国公主感兴趣 偏偏盯上了巫族少主 说一句冒昧的话 大清神国皇子求婚 对于巫族而言 都应是天大的恩宠 只要抱上这棵大树 巫族恢复巅峰盛况 指日可待 但这天底下非来恨或不胜美举 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我却是极少见 而且以宇文轩的身份地位 她若想取巫族少主 发一道手欲即可 何必亲自来此 照放侃侃而谈 她是一个绝对的阴谋论分子 不相信所谓的天降机缘 而且宇文轩求取巫族少主这件事 怎么看 都透着一股莫名的诡异味道 因婆婆闻言 沉默了许久 这件事本应是我巫族机密 但你既然救了补族一脉 也就不算是外人 告诉你也无妨 我族曾有两位失巫 因为不算此事 直接生死盗销 什么 照放神情微变 天机被遮掩 无法探究 祖老门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也不确定 该不该答应这件事 为了防止分歧 祖老中曾有人提议 去沙坡界询问我哥哥他们的意见 可即便如此 分歧还是出现了 为了同丫头的婚事 祖老门分为两派 一方是以说金天屋为首的主婚派 一方则是后土天屋为首的非婚派 但总的来说 主婚派占据了大势 因婆婆面有忧色 照放没想到 巫族局势竟发展到这一步 更好巧不巧的是 她与宇文轩同时来到巫族 若是她能早一些时间到来 让黑风将老巫族的意见 传达给巫族祖老 或许还能有些作用 可如今大势已去 这么说来 时局已然无法逆转 照放皱起眉头 姻婆婆悠悠轻叹 见状 照放也沉默了 全集轻声道 我想见一见她 她没有说名字 姻婆婆却像是知道 她说的那人是谁般 点了点头 她如今尚在闭关 三天后出关 到时候 老运为你安排 姻婆婆道 那就多谢姻婆婆了 谈话告一段落 姻婆婆离开了 并派人安排照放等人的居所 过许是因为老污险那条预言缘故 离开前 姻婆婆还是委婉提醒照放 没事不要出去瞎逛 三天时间眨眼而过 这次过来的 除了姻婆婆外 还有四五个年迈的老污 这些个老污 一个个看起来行将旧目 但那偶尔蹦现出精芒的眼瞳 却在招视着他们的不凡 走吧 姻婆婆似乎没有为双方介绍的意思 照放跟随姻婆婆离开 那四五个老污跟着 偶尔扫向照放的眼眸 带着莫名的意味 物件很大 法阵林立 即便有姻婆婆这批劳马领路 也足足走了大半天 这才来到一座空中楼阁前 说是空中楼阁 并不是准确 但以大小而论 楼阁的大小 绝对比得上一片连绵的宫殿群 在楼阁的两端 有着两座直冲天际的山峰 而就是这两座山峰 托住整个楼阁 乍一看 这一幕 像极一个门字 楼阁下方 站着不少大清神国惊奇强者 他们守护两侧 中间则是一方华丽车脸 车脸内端坐一人 从车脸沙漫隐约透出的身影来看 照放估摸着车脸之人 英氏宇文轩 卧槽 这家伙的车脸真多 真想抱了他 照放目光闪烁 车脸前方 站着不少老乌 正去金会神看着空中楼阁 英婆婆照放等人的到来 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 大多数乌族强者的目光 都汇聚到了赵放身上 感受着一道道默然 冰冷 甚至蕴含着淡淡沙翼的目光 赵放神情如常 唇角却是泛起一抹冷忧的笑意 英婆婆 此乃我乌族重地 你让一个万人来此 是不是不合规矩 一个年富力强 眸闪金光 面容生硬的乌族强者 面带不善地望着赵放 英婆婆神情平淡 默然道 硕土 你还没有跟老玉这般说话的资格 硕土 硕金天乌之死 在乌族中 连硕金天乌都是英婆婆晚辈 更谎论硕土 硕土神色不悦 冷哼一声 却没有多言 有乌族少女匆匆入楼阁 禀告下方情况 没过多久 楼阁内走下五六名清修少女 少女向着英婆婆 硕土等乌族老辈 强者恭敬见礼 微声细语 少主修炼遇到瓶颈 若是两位谁能为她解开瓶颈 少主愿请兰亭一会 文言大清神国的将军 神色泛冷 我们皇子何等样的身份 于尊将贵 他居然还要摆谱 真以为 将军的话没说完 车脸内的身影悦意挥手 语文宣平静的声音 已然从车脸内转出 戴滚 正所谓入乡随俗 既然我们来到乌族 自然要遵循乌族的规矩 第1442章三千里 那名叫戴滚的将军 神情为之一致 所有的不满 均消散一空 恭敬点头称是 哼 也只有我们皇子脾气好 换做第二人 戴滚看着乌族少女 神情不善 乌族少女神情平静 望向赵放 我没意见 赵放声音平静 哼 他能有这此机会 已经是祖坟冒清淹了 还敢有什么意见 神主后期的将军戴滚冷笑 赵放贴了他一眼 神情微冷 乌族少女缓缓伸出 那白皙娇嫩的手掌 在其掌心 赫然有着一颗 看起极普通的珠子 但定睛看去 此珠如梦似幻 散发着特殊鬼秘的力量 幻梦珠 语文宣略有惊讶 轻笑道 有意思 听到这个字眼 赵放认真拼了眼那颗珠子 二暗诧异 这就是传闻中 号称能把梦境 永远留住的幻梦珠 幻梦珠 他听说过 也在系统商城内 刷出来过 价格昂贵 加上尚未需用此物的条件 赵放从未兑换过 哈 在众人目光看来时 乌族少女捏碎幻梦珠 幻梦珠爆碎的同时 噴射出道道白雾 雾气涌动间 形成了一幅画面 画面中同样雾气茫茫 那是一片纵横三千里的幽冥之地 雾气深处 一道娇小的身影 正与幽冥之地的无数幽冥兽 厮杀着场面 并无出奇之地 可赵放在看到这一幕时 却实愣住了哭 画面并未维持多久 便被一阵风 直接吹散 场间恢复如初 可是要询问 那女子所施展的武技 那武技平庸普通到了极点 别说是我家皇子 就是算我 也能随意指点上一两百招 不等巫族少女开口 带滚自作聪明笑道 巫族少女瞥了她一眼 想与文宣照放略一公身 道 我家少主人的困惑是 画面中景象 是何地 什么 文听此问 现场不少人都傻眼了 他们中大多数 都与带滚将军一样 任巫族少主要询问 画面中女子所施展武技的神情 可结果 却是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就连宇文宣 意识始料未及 眉头微微一皱 但很快便恢复正常 传音问道 你可知道 这年内 一道阴影在宇文宣身后蠕动 初步估算 那不是混沌万古宇宙 也不是万界疆域 应该某一方小世界内的画面 小世界数不胜数 即便我已受缘强行推演 短时间内 也无法找到答案 听到苍老声音的回答 宇文宣眉头再次皱起 他本以为 以他大清神国皇子的底蕴 与剑石 为巫族少主解惑 绰绰有余 也正好借此显入 大清神国的底蕴 震慑巫族 却没想到 巫族少主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问的问题 超出所有人预料 不知两位可有答案 赵主人说了 谁说的答案接近 便请谁入蓝亭一序 巫族少女道 宇文宣沉默片刻 完全无视掉 有些发傻状态的照放 淡淡道 方才的画面 应是在一方小世界中 巫族少女眼神微亮 敢问十九皇子 具体是在哪一处小世界 宇文宣哑口无言 他的心腹尚未算出来 他又哪里知道 具体的地方 带滚确实看出端倪 冷笑道 哼 你之前不是说 谁给出的答案接近 便算过关 如今 我家殿下给出的小世界答案 是否接近 这个 巫族少女略意犹豫 缓缓点头 确实接近 但距离真正 他话没说完 就被带滚一阵抢白 既然接近 那就行了 还不让开 请我家皇子登革入蓝亭 啊 巫族少女是军屋界 很少见到外人 更何况是带滚这种盛气凌人的主 一番被抢白后 顿有些手足无措 哼 堂堂神帝 威压我族一名小女子 真是好大的威风 好大的气派 因婆婆冷哼开口 其他巫老神情 包括硕图等人 也是极为不悦地扫了眼带滚 带滚神情冰冷 他是大清神国的将军 在大清神国中 或许不是最出类拔萃的 但放在万界疆域 放在巫族 用一句土话来说 那绝对是鹤里鸡群 他没理由不骄傲 不胜其凌人 毕竟 自己身份摆在哪里 好了带滚 你退下吧 点 然而 不带他多言 宇文轩开口 让他退了下去 抱歉 是本皇子管教不言 让各位见笑了 听到这话 硕图等人的神情略有缓和 望向巫族少女道 既然如此 你便带十九皇子登革吧 可 可还有一位公子没有回答呢 巫族少女未切道 众人一正 这才看向照放 也难怪他们会把照放遗忘 与大清神国皇子相比 照放哪怕是王族古神 也有些不够分量 连大清神国皇子都无法具体猜中的地方 一个古神又知道什么 也正是如此 硕图等人选择性的无视掉了照放 直到少女提起 这才想起 似乎照放还未开口 本巫看 没这个必要了 嗯 时间紧迫 带十九皇子入阁吧 硕图等人根本不在意照放 直接指挥着巫族少女 巫族少女面有男色 拼了照放一眼 这时 照放似是才从那种复杂的感慨中 回过神来 到了现在 他终于可以确定 巫族少主 就是赤童 因为 先前那幅画面 他不仅亲眼看过 还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照放向前走了两步 他的动作 历时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你干什么 讲强闯 当即有巫老门怒斥照放 甚至有人向他走来 照放看也不看 只是望着巫族少女笑着道 方才的地方 是在五届 在妖灵山脉 在北明之海 在三千里幽明地 照放每说一个地方 便踏前一步 话落 人已惊悦重而出 站在巫族少女身前 望着有些震惊带过娇羞的巫族少女 照放伴笑道 这样够了吗 巫族少女下意识点头 犹如一头呆本额 那就头前带路 第1443章赤童 赤童 那就头前带路 听到这话 巫族少女终于反应过来 她侧身一旁 叙手一隐 带着照放正要登革 等一下 带滚开口 怒斥道 你干什么 这家伙胡周的几句 说了一串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你就把她往楼阁上带 谁知道你是不是她买通的碟子 语文宣似时也有些不悦 这次没有开口指责带滚 致使带滚七言越发嚣张 硕图等人眉头微皱 他们也有这种怀疑 但并不确定 加上巫族少主身份特殊 倒也不好说些什么 哼 先前是谁说要入香随俗 局势不利自己 立马调转画风 这脸打得 真是啪啪响啊 明火僧猛笑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往家指责于我 带滚冷然看向明火僧 眸光冷忧 谁时如火 瞬间侵入明火僧之身 明火僧如遭重击 眼眸唇角流血 亮枪退后五六步 气息奄奄 和尚 照放神色大变 转身冷然望向带滚 你这是在找死 找死 有本事你杀了本将军啊 带滚不屑望着照放 我还从未遇到 有你这般特殊要求的 照放眼眸冰冷 盯着带滚 一字一句 化落得刹那 轰 带滚身体 如同被数十座大山碾过 直接横飞出去 其实海内波涛万青 一副末日之警 喷 带滚重重砸在地上 他挣扎起身 颤抖抽搐的手指指着照放 眼中露出震惊与骇然神情 似是没有想到 照放竟然真的敢动手 更没有想到 照放的神识尽这般强横 他堂堂神地 只是瞬间 便被重创 什么 巫族其他巫老门 都被眼前一幕给惊住了 均是没有想到 照放脾气这般火爆 一言不合就动手 心惊照放神识强横的同时 对照放无视他们 当众动手的表现 表示了极为不满 照放根本不在意 这几个屁股 已经做到宇文轩一方的 巫老的态度 他望着车脸 似是看到车脸中 那神情冰冷的宇文轩 照放冷淡道 宇文轩 这里可不是你大清神国 既然想入乡随俗 那就管好你的狗 再赶到本公主面前狂吠 本公主 斩不饶 换做寻常皇子 对这般威胁 怕是早就气的跳脚 直接眼杀照放 出奇的是 宇文轩虽然也愤怒 但并未失去理智 因为照放有一句话 戳中了他的要害 这里不是大清神国 赤巫界 强龙不压地投舌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尤其是巫族的众多族老 对他印象并不怎么好 若一味成威 只会是得其反 走 宇文轩声音平静 听不出喜怒 车脸掉头 走了几步后 又停了下来 此次不计较 并非本皇子叛逆 本皇子给巫族一个面子 下次 你若再敢对本皇子属下动手 本皇子将亲自出手 杀你 冰冷如刀的声音 自车脸内转出 两个素有谋面的家伙 就这样展开了 他们首次的谈话 很显然 这一次的谈话 并不怎么愉快 这也注定了 他们之间 会展开一场血腥盛宴 杀我 照放笑了起来 同样转身 凭你还不够资格 若是你的神主帮手出面 是不够资格 此言 狂妄到了极点 宇文轩的神情 一时首次阴沉下来 其背后的阴影如动 传出一道惊异的声音 这小子 是如何看出老夫存在的 宁火僧只是神识受创 其他并无大碍 随着照放将其托付给英婆婆后 便随着巫族少女 登上天空之阁 阁内与阁外 宛如两个天地 阁外是苍茫的乌界 透着一种古老拼搏血腥的气息 阁内却是青山环绕 绿水长流 各式各样的自然奇观 应有尽有 宛如人间仙境 哪怕是见惯群山的照放 在看到这些景象时 也忍不住有些惊讶 巫族少女将照放带到一处蓝亭前 蓝亭周围 种的不是蓝花 而是无数根如剑斑 直插云霄的青竹 青竹的中心 便是蓝亭 蓝亭坐着一名紫衣女子 拖腮看着前方 而以照放如此的位置 只能看到紫衣女子的背影 从背影来看 丝毫看不到当初故人的一点一滴 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 将照放引到此处后 巫族少女便退下了 偌大的青竹蓝亭中 便只剩下照放与紫衣女子 照放信不向前 神情略有些复杂 在得知赤童未死后 她便想象过与对方的重逢 但却从未想过 跪在这种场合 以这种方式再见 你来了 紫衣女子听见脚步声 缓缓转身 露出一张衣洗衣衬 百昧不可放物动人面容 照放愣住了 那是一张有些熟悉 却又极度陌生的面容 熟悉 是因为上面还留着过往的一些痕迹 陌生 是这些过往痕迹 经过时间的洗礼 已然重组成另一幅画面 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 在照放打量紫衣女子的同时 紫衣女子也在打量着照放 她平淡的神情 亦是有了细微的变化 虽然第一次见你 但不知为何 我却感觉自己与你应该很是熟悉 紫衣女子微笑道 回眸一笑百美声 六公粉带无颜色 时隔数年 新年记忆中的少女 已然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 气度脱俗的绝美女子 我叫赤童 你叫什么 紫衣女子问道 赤童 赤童 赤童一正 也笑了起来 缓步来到亭子内 坐在名为赤童少女身前 淡淡道 赤童 赤童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紫衣女子戴眉微皱 最终却是无奈摇头 无论她怎么深想搜索 记忆中都视察无此人 为什么我总感觉 我们似是在哪里见过 赤童不解问道 嗯 我们的确见过 在你梦境看到的地方 文言 赤童神色一喜 你知道那是哪里 能不能带我去 为什么想去哪里 赤童本是随意一问 反倒把赤童问住了 她沉默片刻 抬头望着赤童 专注而平静到 我想找回失落的从前 第1444章组乌血脉 我生在乌族 但奇怪的是 16岁以前的记忆 却凭空消失 就好像 我的人生 是从16岁开始 然而 在不经意中 我的脑海中 总会浮现出 一幕幕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 感觉我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这些画面困扰我许久 我也曾问过老乌贤 他告诉我 这一切的一切 最终会随着一人到来 彻底解开谜团 赵童神色如常 当初 他在邀灵山脉大战 北明龙昆 并说服 本已放弃生存的赤童 让他挣脱于 北明龙昆的融合 这才造成后面的黑洞出现 北明龙昆 顿入空间 黑洞消失 赤童彻底 杳无音信 赵放来到天狱的事情 也就是从那时起 赤童彻底消失在他的视线 哪怕他后来成为五界之主 谁时遍及五界每一寸角落 也未能找到他的丝毫踪迹 直到后来 在当妖妇遇到黑屋主 意外得知了赤童的事情 你在想什么 见赵放久久无言 赤童好奇问道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闻言 赤童双手脱腮 一副可爱模样的盯着赵放 巫族某阶带贵客的大殿中 皇子殿下 这群该死的巫族土蛮 实在欺人太甚 仅于虚蜀带兵 杀死那个小兔崽子 然后踏平整个巫族 将那个吃铜琴来 让他亲自己殿下赔罪 大殿内 带滚丹西叩拜宇文轩 神情阴力 想他大清神国的将军 何时吃过这样大亏 若非自己手上 有不少恢复神识的神物 恐怕还无法在短期内恢复神伤 严重点的 甚至会影响他今后的武道晋升 断人武道虔诚 比杀人父母更甚 可以说 他对赵放 对于巫族 已然恨恶到了极点 宇文轩端做大殿 单手主着作以扶手 一手托着下巴 另一只修长的手指 则是不停地敲击着作以扶手 在带滚说完这些后 他沉默了片刻 缓缓开口 稀冷 你怎么看 阴影如动 在带滚敬畏甚至恐惧的目光中 缓缓凝成一个黑袍中年人身影 中年人肤色有些苍白 似今年不见阳光所致 眼瞳幽芒闪烁 如同嗅到血腥味道的恶狼 此人 正是宇文轩头号心腹 暗夜西冷 有着神主中期修为的他 一直以来 都是宇文轩的左膀右臂 其作用程度 根本不是带滚之流可比 那个叫赵放的小子 修为平平 但神时有些特殊 勉强算是一个小障碍 不值一提 不过 巫族毕竟宣和一时 即便没落 族内也有不少强者存在 这几日来 我利用密法检索误界 倒也发现不少巫族强者 想要拿下他们 我们还需要半月时间 就算真的要用最极端的方法 也不是现在 七冷道 嗯 本王知道了 宇文轩神情如常 但莫道 那就再等几天 不过 那个小子 我不希望再看到他 文言 带滚大喜 连忙道 殿下放心 这件事 就交给卑职来办 卑职定让那小子 后悔得罪皇子殿下 宇文轩偏了他一眼 随手丢给他一颗黑色珠子 离神珠 带滚接过 看清珠子模样后 双眼滚瞪 此无用途 你应该知晓 有他在 就算是神主及神时 也休想再伤你 宇文轩淡淡道 卑职多谢殿下赏赐 带滚激动道 他自然知道离神珠的用处 对他这种神地而言 有了离神珠 在关键时候 就等于有了一次保命的机会 机会给你了 宝物也赐下了 若再杀不了他 非直提头来剑 带滚打包票道 滚吧 做得隐秘些 是 蓝婷 赵放所讲的故事 无外乎他与赤童相遇相知的一幕幕 赤童听得如痴如醉 明明是另一个人的故事 他却有种亲身经历过的感觉 末了 赵放道 以后有机会 我定带你五届妖灵山脉看一看 嗯 赤童点头 对待赵放的态度 更加放松 宛如多年不见的老友 赵放神情复杂 轻轻一叹 想起正时道 大清神国十九皇子 宇文轩为何想要迎娶你 尽管英婆婆跟他说了不少秘文 但关于宇文轩究竟想从巫族得到什么 他却语言不详 没奈何 赵放只能询问赤童 我激活了祖乌血脉 血脉浓郁程度 超越其他天污 若污不陨落 不消千年 必然能成就祖乌之位 赤童平静说道 祖乌 乌族中顶尖存在 实力之强 完全碾压神主 是万界将于真正的巅峰存在 赤童能激活祖乌血脉 对他而言 亦是一见改变他命运的姓氏 这么说来 他是看上你的祖乌血脉 嗯 赤童点了点头 我虽然激活祖乌血脉 但神魂因为遭受过重创 很难觉醒血脉 宇文轩之道后 便从大清神国 带来大量修复神魂丹药 除此外 还有许多提升实力的药材 无常供我使用 我总感觉 他想要我的血脉 帮他达成某些不可知的目的 赤童你着眼睛 眼眸内紫盲悠悠 听你这么一说 倒也有这种可能 不过 他这次大张旗鼓来误界 又带来这么多聘礼 有悲而来 你有什么想法 尽管眼前女子 无论是容貌还是其他方面 都不是她记忆中的赤童模样 但她身上 却留有赤童的气息 照放自然不可能做事不理 文言 赤童苦笑 宇文轩此来 必是准备妥当 就连原先统一反对 大清神国的祖老们 都有大半被其说动 成为你主婚派 我有想法又能如何 还能无视祖老族人们的性命 抗拒这家诛而来的大事 说这话时 赤童的神情很无奈也很无力 这种神情 与当日赤童被北明龙坤 强行抓走时 看赵放的目光 一模一样 赵放心中一颤 伸手摸了摸赤童的子发 轻声道 你若信我 这一切都交给我处理 第1445章针锋相对 赵放与赤童兰庭一会后 没有逗留太久 便离开了之后 一则惊人的消息 席卷整个巫族 十大黄金谷族中的古神 一族传人 王族古神照放 求取巫族少主吃童 消息一出 震惊巫族上下 大清神国的强者 更是震怒不已 宇文轩亲至巫族 求亲之心 昭然若揭 甚至已经跟巫族 一些祖老商议大致细节 暗路杀出一个成咬金 这不诚心 让大清神国的十旧皇子难堪 尊心要打宇文轩的脸吗 点 因此 听到这个消息的大清神国强者们 一个个愤怒不已 恨不得将侵犯神国威严的罪魁祸首 乱刀砍死 然而 自从蓝庭一叙后 赵放就好像从巫族消失了一样 再也没在巫族族人面前出现 哪怕存心找茬的带滚 也是泱泱无功而返 对于这件事 宇文轩比众人想象中还要镇定 他能躲得了一时 还能躲得了一世 在过十天 便是本皇子亲定求亲的皇道吉日 他既然也想求亲 届时必会出现 到时候 心脏就脏一块算 十天时间 匆匆而过 这十天对于巫族而言 一如往常平静 可只有巫族族老清楚 这十日内 巫族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分割 曾经团结一致的巫族 因为大清神国的通物求亲 面对着巫族先辈的遗物 分裂两派 争论不休 且愈演愈烈 尽管大家表面装作寻常 可谁都能感受到 巫界的天空 黑云压城 风雨欲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他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时间停留在宇文宣公布求亲之日的当天 天空略有暗沉 那厚厚的乌云 如同压在众人心头的一座山 压得不少人喘不过气来 但对于大多数巫族而言 今天是个热闹的日子 大清神皇向乌族少主正式求亲的时日 就是今天 因此天一亮 乌族便开始忙活起来 不少乌族族人 向着乌界中心天东风而去 求亲的地点 便在天东风 尚未开始 天东风便被乌界各处涌来的乌族族人为的是水泻不通 随着乌族族老团到来 场间气坟被推倒高峰 大清神国皇子求亲 这对乌族而言 绝对是一件大事 无论是暗中支持大清神国的朔金天乌 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后土天乌 亦或者看似中立 实际上与后土天乌战线统一的流刃天乌 都来了 乌族的三位最强者旗帜 亦是显露乌族对此事的看重 哪怕吃同低调现身 依旧在乌族中引起一片哗然惊呼声 轰轰 远处似有千军万马及池而来的风雷之音 这声音起初并不明显 可随着时间推移 却是越来越明显 到了最后 整个天东风似都为之震颤起来 乌族众人转身看去 遥远的平原尽头 马果锐甲气势汹汹的大青铁骑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在铁骑的最前方 是成龙而来的宇文轩 先生夺人 宇文轩一出现 便以这种惊人方式 吸引所有人目光 哈哈 皇子来晚了 人未道 宇文轩的声音便滚滚而来 天东风上 说今天乌起身 大笑道 十九皇子客气了 我等也时刚到 十九皇子来到天东风前 轻拍龙手 火焰真龙摇头摆尾 身形跃入九天 再度出现时 已然位于天东风顶层 看着端坐不动的后土 流润两位天污 十九皇子神色平静 眸光深处却是略过一抹冷意 然而 当他目光接触到赤童时 所有的一切不悦 皆在瞬间化作泡影 好美的女子 即便是大清神国 但以容貌气质而论 此女意识一晚中无一的存在 十九皇子只是听闻赤童很美 如今还是第一次见赤童 十九皇子 宇文轩对赤童表现得比较热情 赤童却是相对较为冷漠 目光时不时看向远方 哼 再等那个叫赵方的小子 只要他敢出来 本皇子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宇文轩眼神冷立 十九皇子 后土流润两位天污 终究不可能真正无视十九皇子 十九皇子亲至天都封顶 哪怕对他们对其没有半分好感 可为了巫族 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嗯 十九皇子点头 神情平淡 本皇子来意 诸位想必都知道了 那就长话短说 宇文轩说着 天都封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目光 全部落在宇文轩身上 本皇子死刑 实为痴童而来 本皇子对他仰慕已久 愿聘他为本皇正非 还请巫族列位前辈成全 天都封上一片沉默 只有说今天乌寥寥数人 眼中露出笑意 台下众巫族 更是议论纷纷 如一万只苍蝇在嗡嗡乱叫一般 痴童却是微不可查的 醋了下秀美 哈 十九皇子打了个响指 历时便有仆人上前 台上三大口宝箱 这是本皇子特意准备的聘礼 文言 巫族祖老门的目光 全部看了过来 大清神国十九皇子准备的聘礼 定然是非同凡响 他们自然好奇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便在这时 宇文轩 你堂堂大清神国的皇子 求取正非 居然只有这三口箱子 你真好意思拿出手啊 还是觉得 巫族只配这些东西 冷淡平静的声音 最远处递了过来 紧接着 一架纯白色飞机 出现在巫界上空 巫族众人 包括宇文轩的一群手下 都愣住了 哪怕他们见多识广 传承久远 也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会飞的铁匣子 机械傀儡树 宇文轩扫了一眼 神情不屑 在大清神国 也有这种类型的东西存在 大都是滑而不实 他自然不放在眼中 其他人再感知到 那四巨鸟的铁匣子 似乎并没有多少神力波动后 神情也变得古怪起来 铁匣子一侧舱门打开 一道身影 直接从上面跳了下来 那身影犹如一发炮弹 正中天都风 只听轰的一声 天都风上烟尘滚滚 弥漫八方 第1446章聘礼之争 烟尘散去 一道白衣身影 缓缓出现在众人视线内 在看到那身影的瞬间 场间众人神色各异 我来了 照放望向赤童 神情温和 嗯 端坐天都风顶的赤童 轻轻点头 眼睛眯成了月牙 原本表情随意的宇文轩 看到赤童的反应 神情骤人阴冷下来 方才出于赤童时 他便已经将赤童当作自己的王妃 赤童对自己反应平淡 反倒对一个外人喜笑言开 这对视赤童为禁乱的宇文轩而言 无异于被人戴了一个帽子 还是绿油油那种 作为大清神国皇子 哪里能忍受这种屈辱 饺子 这里难有你说话的份 眼见宇文轩神情不悦 身为宇文轩头号狗腿子的带滚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好主人的机会 而且 他也因为上次没能教训照放 耿耿于怀 话落之际 便直接出手 巅峰神帝威势尽险 一只巨大手掌抓向照放 巫族众人静静看着这一幕 没有人阻拦 他们也很想知道 面对宇文轩 照放哪来的勇气与信心 敢与对方争女人 若照放连宇文轩手下都挡不住 也就没有继续留在场上的必要 徒增笑柄 所以 这虽说是带滚的杀招 但在更多人眼中 却是他们了解照放的关键所在 照放却像是没看到一般 缓步向前 眼看着那巨大手掌越来越近 秀踢个 一道金芒 骤然自其袖口击射而出 再冲出的刹那 金芒瞬间暴涨 化作一尊十米高的金甲战神 金甲战神紧握拳头 直接冲向那抓来的巨长 两者临近的刹那 金甲战神出拳 在那充满威严的一掌下 金甲战神这一拳 看起来绵若无力 可就是这样的一拳 却生生阻拦住那一掌落下的攻势 紧接着 在众人略有些诧异的目光下 金甲战神轰出第二拳 砰 第二拳 轰 第四拳 卡 连续五拳杂出 且都是轰击在同一位置 巨长掌心出 历时出现无数道细密的裂纹 下一刻 砰 掌心裂纹骤然暴碎 出现一个拳动 拳动蕴含着极惊人的破坏气息 蔓延到整个巨长 但听轰隆一声 巨长寸寸崩碎 片履不留 一尊巅峰神帝的攻击 被一个不知名的金甲战神 化解于无形 这 这怎么可能 带鬼傻眼了 巫族众人也傻眼了 巅峰神帝啊 那可是除了神主外 最强的存在了 四者等强者 也只有神主能稳压一头 如今 带滚巅峰神帝的一掌 竟被一个看似不起眼的 金甲战神给破了 这岂不是说 金甲战神拥有着巅峰神帝 甚至超越巅峰神帝的力量 场上一片安静 所有人蒸蒸看着这一幕 震惊莫名 照放却是神色如常 这金甲战神 是他取神葬场内的宝物 杂柔仙金 炼制出的最强傀儡 因为柔和仙金缘故 他的防御力极强 战力不逊色任何巅峰神帝 不过 也是因为仙金的缘故 炼制出来后 这金甲战神乍一看 就跟活人一样 丝毫没有任何金属波动 唯一的差别便是 金甲战神没有生命气息 那不是人 也不像是傀儡 好像是机械生命 宇文轩身后 那团阴影不知何时出现 声音悠悠 机械生命 莫非这小子来自机械神国 宇文轩有些动容 不像 机械神国打造出的机械生命 都有特殊的标志 这架机械生命显然不适 哼 管他是不是 他今日都要死 宇文轩神情恢复冷漠 居然能破开本将军 这随意一掌 倒也有些本事 不过 也仅此而已了 带鬼反应极快 威愣之后 第二波攻击领导 且已超越先前数倍的威力 横面而来 惊人的威势 瞬间席卷天都风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感受着巅峰神帝的威严与强横 不少巫族暗暗摇头 认为赵放这次死定了 敢根本将军斗 真是不知死活 带鬼唇角浮现出一抹猙獰冷意 然而 当金甲战神硬抗下他权力一击 且毫发无损后 带鬼不淡定了 轰 金甲战神动如惊雷 公然消失在原地 携带着惊恐的气势 瞬间破进带鬼 猛的一拳砸下 轰 带鬼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金甲战神一拳轰出天兜风 浑身狼狈砸在地面上 骨头崩碎 整个人几乎变成一滩烂泥 全场鸦雀无声 那可是巅峰神帝啊 竟被打得如同一条死狗 废物 宇文轩神情冰冷 巫族强者们 都诧异地望着赵放 更有一些乌老 不闪金芒 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赵放先前的表现 显然已经过关 这一次 他站在天兜风上 巫族中没谁敢指责 唯一有资格指责的宇文轩 不知听到什么 西棱说了什么 竟也没有追究 他不再看赵放 深情地望着吃同道 这三样东西 是本皇子特意为你 为整个巫族挑选的 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说话间 有仆人打开第一口宝箱 但见宝光四射 要相扑鼻 带到众人定神一看 却见第一口宝箱内 马着密密麻麻 数百颗龙眼大小的丹药 每一颗丹药 都蕴含着极惊人的气息 当然 最吸引众人注意力的 还是最上方的两颗丹药 说是丹药 实际上 是两个粉雕欲拙的童子 童子一脸懵懂 好奇地看着众人 神丹化形 这 这是八街神丹 有乌老不可思议的大叫道 八街神丹 这几个字眼一出 历时在巫族内掀起滔天大浪 所有巫族强者 都死死盯着那两颗丹药 双眼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八街神丹 对应祖巫镜强者 即便巫族巅峰之时 似这种八街神丹 整个族群都没有一颗 可见此丹之息真 如今的巫族 远不如巅峰之时 却遇到两颗八街神丹 这一刻 就连原本对宇文轩爱搭不理后土 留任天翁为首的非婚派 都不由多看了宇文轩两眼 第1447章大清神国的三份聘礼 宇文轩似是很满意众人的表情 指着那两个懵懂的娃娃道 此乃合魂神丹 本皇子早就听说吃同神魂难容 特意为你准备两颗 定能让你神魂合一 重塑真我 剩下的这些丹药 比如松鹤岩年丹 虽然品皆比不上合魂神丹 却也都是罕见的七街神丹 各有各的用途 相信巫族能用得着 听到松鹤岩年丹 巫族普通族人倒是没什么反应 只是略敢宇文轩出手大方 竟准备了这么多七街神丹 而那些巫老们 尤其是鹰婆婆这种 双眼骤然眯起 眼中迸射出道道精芒 松鹤岩年丹 可延续千年的严寿丹 正是宇文轩寒笑 得到确认后 巫族那些老被强者们 顿时不淡定了 这些老被强者 那都是巫族的晴天俱著 但因为长时间未能突破境界 寿元早已干涸 要不了多久 就要尘归尘土归土 而到那个时候 对于尚未崛起新强者的巫族而言 巫一是一场大灾难 这一直是巫族的隐患 可这个隐患 却随着松鹤岩年丹的出现 彻底得到缓解 若是有一批松鹤岩年丹诸如巫族 巫族整体实力非凡不会衰弱 反而会更加强大 松鹤岩年丹比较稀少 本皇子也只是收集了十颗 希望列位不要介意 十颗的确有些少 可对于受元干涸的巫老们而言 一颗便足够了 啪 第二口宝箱打开 里面陈列着一幢精致小巧的宫殿 这是什么 一个宫殿模型 巫族强者们纷纷猜测 此乃战争堡垒 可大可小 大到极处可幻化一界 容纳亦万生灵 小到极处 可化为一粒尘埃 漂浮星空 七龙走了出来 淡淡道 当然 战争堡垒最大的价值 并非它可大可小 而是它的防御力 此物 是我大清神国专用防御神物 简单来说 单个神主镜 想要破开此物防御 完全不可能 除非有一千个神主 不眠不休工上一个月 倒有几分破除的希望 什么 巫族震惊了 就连照放 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一千个神主 还要一个月 才有希望破除它的防御 整个万界疆域的神主 加在一起 也凑不到一千个 这岂不是说 此物防御 可无敌于万界疆域 点 对于真伟 多数巫族族人都选择了相信 毕竟 宇文轩出身混沌万古宇宙的大清神国 混沌万古宇宙乃天地最神秘之所 能诞生这等宝物 倒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第一份聘礼 是两颗八阶神丹 十颗七阶神丹 还有大量其他六七阶神丹 第二份聘礼 是一座可攻可守的战争堡垒 有此堡垒 就算八大次黄金势力亲至 也无法撼动 光是前两份聘礼就如此惊人 真想知道 十九皇子的第三份聘礼 到底是什么 无数巫族翘首以待 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下 第三口宝箱打开 第三份聘礼 一时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只是 在看到那礼物时 不少人都愣住了地图 他们错愕不已 这玩意有什么用途 人群一轮纷纷 充满不解 细冷却但笑道 此来我大清神国西北地狱 数个疆域的地脉神徒 那片疆域 是皇子殿下的领地 如今 他们属于巫族 只要巫族掌控这份神徒 就等于掌控数块不下于万界疆域的地狱 成为一方小诸侯 岂不比窝在这小小巫界 东躲西藏来得好 巫族沉默了 但不少人看向地图的目光 却是充满火热 野心勃勃 说今后土留任三位天巫相视一眼 三人神色各异 其中后土留任相对比较平静 说今脸上 却是露出微笑的神情 好大的手笔 不得不说 就连赵放 也被宇文轩的大手笔给惊住了 但要且不说 战争堡垒的确是一个好东西 有此堡垒在 巫族族人的生命 得到极大的保障 再有就是地盘 数个不弱于万界疆域的地盘 谁知道里面有多少的机缘密藏 巫族若是接手 绝对会比现在混得好 真不愧是大精神国的皇子 这份聘礼 就算是八大赐黄金势力 估计都拿不出来啊 赵放暗暗赞叹 事实上 在制定出这三份聘礼时 宇文轩也肉痛了好久 即便他身为大精神国的皇子 想要得到八阶神单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为了这两颗神单 他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与资源 战争堡垒更是他花费大价钱 从一个商会内购买过来的 虽然划分出的地盘 依旧是在他的名义下可其内的矿产等各项资源 却已经不再数他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每每想到宇文轩心都在滴血 可以想到与巫族联姻背后的好处 他又觉得自己就算付出三倍于此的代价 也都值得 看来宇文轩所谋者必然巨大 否则也不会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 来拉拢一个被万界疆域淘汰掉的种族 照放眸光闪动 拼了眼神情平静的宇文轩 略是如此 照放略要阻止 巫族其他人的生死 他不在意 他只在呼吃同 巫族的沉默 没有持续多久 略位 十九皇子远道而来 又拿出如此多的诚意 我们若将他拒之门外 是否有些说不过去 一直不怎么说话 浑身充满着刚正威严气息的硕金天污 首先开口 不错 十九皇子如此真诚对待我们巫族 我们巫族岂能让十九皇子的一片好意 化作江水复之东流 由主婚派强者赞成 这万界疆域 我们呆逆了 混沌万古宇宙 才是真正的大天地 越来越多的主婚派开口 虽然都未明显要把吃同嫁给十九皇子 但意思已然明了 形势大好 在以往 尚能与主婚派争上亦争的非婚派 如今是节节败退 局面彻底被压制 就连厚土流任两大天污 也都皱起眉头 看来族人们与我等所想一致 既然如此 本天污同意将吃同嫁给 若金天污说着 话未说完 却被一道冷淡的声音打破 若金天污 现在就说结果 未免太心急了吧 第1448章 第1448章是单 若金天污顺着声音望去 当看到说话之人 正是他不怎么喜欢的照放时 神情一动 唇角露出一丝计较 原来是古神一族的朋友 但不知 你对本天污的话 还有什么意义 莫非 你准备的聘礼 能压过大清神国 压过十九皇子的聘礼 此言一出 不少巫族 以及大清神国的旌旗全都笑了 笑声中充斥着嘲讽的味道 十九皇子的聘礼 代表着的 是凌驾万界疆域之上的大清神国 可以说 就算是万界疆域如今的八大赐黄金势力 也拿不出能压过这三份聘礼的宝物 照放虽说出身古神一族 但古神在上古一战后 比巫族混得还要惨 别说三份 就算是一份都勉强得很 说金天污这话 摆明是在羞辱嘲讽照放 照放也不动怒 只是静静看着说金天污 平淡道 上古一战 古族惨盛 固然不复巅峰之壮 受万界疆域各方施力排挤 艰难求存 我古神族更是激进覆灭 可哪有如何 难道 这些遭遇 就是某些人出卖同族换取利益的理由 平和的话语 却犹如一根根利刺 刺激说金天污等人的心 说金天污神情不善望着照放 你算什么东西 我巫族之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说金天污 照放是我的朋友 他来巫族 是受了本少主的邀请 我不希望再听到这种话 免得被人说我巫族无礼 但莫且带着丝丝威严的声音 自端坐在天东风顶那绝美弟子一女子口中发出 这是他来到这里后 说的第一句话 说的是哪般郑重 那般认真 说金天污一致 却是没想到 自己这句话没羞辱到照放 反被吃同给打脸了 既是少主朋友 本屋就给少主面子 不过这里可不是谷神族 他落在插手我巫族事物 休怪本巫不讲情念 说金天污声音冰冷 按照地位来说 祖巫是巫族之主 天污只是激活祖巫一部分血脉 属于祖巫的亲兵队 是陈属的地位 是同继承祖巫血脉 是巫族公认的少主 在地位上 是要超过说金天污的 可说金天污如今这番话 却没有丝毫尊重的意味 说金 注意你的态度 厚土天污 一个风雨的中年美妇 不悦看着硕金天污 硕金 有些过了 刘润意识皱了皱眉 同时被两大天污指责 硕金神情同样不悦 冷哼道 本屋是在为我屋族谋将来 有何过错 还是说 你们已经有了治疗少主的方法 厚土 刘润两大天污皱起眉头 没有说话 硕金天污见状 冷笑一声 正要开口 我有 淡漠的声音 直接将硕金天污涌到嘴边的话 给推了回去 硕金天污看向说话之人 见还是赵放 不由大怒 小子 本屋给少主面子 这才一再容忍你 你不要得寸进尺 赵放随手一甩 羞 羞 一颗颗淡金色的药丸 从其袖口内积涉而出 出现在他身前的虚空内 丹药呈星辰排列 每一颗丹药 都蕴含着惊人的药力威压 丹旗冲销甚至形成罕见的丹云 这 乌族族人们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 28颗丹药 乘28星宿排列 从他们散发的药力波动来看 这些 然都是七阶神丹 有时获得乌族强者 明眼震惊到 切 七阶神丹了不起啊 十九皇子还拿出两颗八阶神丹呢 有人不屑道 说今天污的脸色 再照放甩出28颗神丹 丹旗形成丹云 产生意象后就阴沉起来 不过 再察觉这些神丹 只是七阶层次后 他神色稍缓 冷笑道 连十九皇子的八阶和魂神丹 也只是缓和吃童少主的情况 就凭这些28颗神丹 你哪来的底气 可以治好他 照放屁了他一眼 暗存乌族主婚非婚 两派积蓄日久的矛盾 竟会爆发在自己身上 不由大胆郁闷 我什么时候说过 这28颗丹药 是治疗吃童的 若今天屋 你人没老 怎么提前就糊涂了 你 若今天屋大怒 照放却不再理他 目光落在英婆婆 刘润 后途等人身上 半笑道 这是万寿丹 的确不是治疗吃童的丹药 此丹的功效 正如他的名字一般 一颗严寿万载 什么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一颗丹药 严寿万载 这对在场大多数人而言 是从未想过的事情 便是神情太弱的宇文轩 一时看了过来 面色平静 目光闪动 看不出真实心绪 哈哈 踢了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你不过是一没落骨神 随意搞点丹药出来 就湖中是万寿丹 还言万载 真当我们是三岁小儿 说今天屋冷笑 众人的震惊 在听到说今天屋这番话后 渐渐冷静下来 是啊 万寿丹 那可是传闻中的丹药 别说是万界疆域都难命一例 就算是混沌万古宇宙 都极为罕见 赵放怎么可能梦到 他们又哪里知道 赵放身上不仅有灭杀凤翔成九大势力 爆出的万寿丹方 还有灭杀未生玄爆出的万寿丹 更有从神葬场以及其他赤铜级 白银级势力搜过来的大量药材 在这十数日内 赵放利用进度加速卡 已然将各项副值提升到了六七层次 练至万寿丹对他而言 也只是稍有难度而已 既然如此 我欢迎巫族前辈来试药 若是无法延寿万载 本神资裁当场 赵放莫名的自信 令场上当产生的议论疑惑声 瞬间被压了下去 老身来试试 殷婆婆第一个站出来 赵放本想拒绝 她与殷婆婆熟络 在巫族中并不算秘密 加上殷婆婆也是非婚一脉 她出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她是赵放的托 殷姐姐 这种事情 还是妹妹先来吧 一个老迈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名姿容比殷婆婆还要老迈 牙齿几乎全部掉光的老玉 在一个轻衣女子搀扶下 颤巍巍地走出来道 第1449章片里碾压 素婆婆不少巫族族人 看到那年迈老玉 一个个肃然起敬 便是三大天巫 脸上也挂着一丝由衷的敬重 素婆婆原名巫族 与殷婆婆是同一时代的人 曾为巫界的安全 做出巨大贡献 燃烧了不少寿源 以至于明明比巫鹰还要年轻她 看起来比巫鹰还要苍茂 还要老朽 巫鹰神色复杂地看着巫族 点了点头 好 你出面最好了 巫族自受伤后 就很少过问巫界的事情 算是巫界中 难得拥有老自力 却很少表明态度的中间派 她来实单 无论结果 都比鹰婆婆 更容易让巫族的朔金等人接受 巫族站在场中 微笑看着照放 照放微微一礼 随手一挥 28颗星秀中 历史有一颗星秀脱离原先轨迹 如同流星 出现在巫族身前 巫族已然老朽 甚至连举手的力量都没有 丹药临近 却被一只白皙如玉的手指夹住 白皙如玉手掌的主人 正是巫族身边的轻衣女子 她是巫族的玄孙女 巫旗 巫旗将万寿丹 小心翼翼地送入巫族口内 万寿丹入口即化 可在吞下的片刻 巫族一切如常 没有半点变化 主婚派的一些人 看到这幕 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吸血笑容 说今天巫更是冷笑 正要开口 轰 恐怖气息 骤然自巫族体内弥漫而出 这股力量 如涛海般席卷开来 眨眼便弥漫了天兜风 紧接着 一股淡绿色的能量气旋 包裹住巫族苍老不堪的躯体 在众人目瞪口呆中 巫族发白的发丝 如同泼了浓浓的墨水 由发白转变成灰白 再转变成黑色 如果 这些上不足以让人震惊的话 那巫族松弛干瘪的皮肤 却如树皮般脱落 眨眼重新幻化出一尊妙灵女子的一幕 不仅让人震惊 更是堪称金氏骇俗 返老环童 这 这 巫族 大清神国旗兵 全部傻眼了 宇文轩的神情 也出现了短暂的惊恶 说今天巫等人 更是目瞪口呆 片刻后 包裹巫族身体的气旋消失 巫族缓缓睁开双眼 趴纳已然经历万步沧桑不变的眼眸中 在察觉到自身的变化后 亦是惊恶难鸣 欣喜不已 老祖 这 精英女子巫旗 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刻的巫族 与她并列 宛如一对姐妹花 更重要的是 巫族体内 气血如海滚荡 还有道道强横的气息扩散而出 她不仅容貌恢复到了年轻的状态 就连体内积压的伤势 也被一扫而空 直接恢复到了巅峰 仙丹 只有仙丹才有这种能力啊 这一刻 无须再坠言 事实胜于雄辩 巫族中 顿有十数到极可兴奋的目光 死死盯着万寿丹 若非鹰婆婆出现在照放身侧 怕是已然有不少巫族老怪动手去抢了 点 对于他们这些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怪来说 任何天才地宝 都没有一颗岩寿丹有诱惑力 更何况 是这种岩寿万年的神丹 老生感觉 自己似是回到年轻之时 寿源加增无算 巫族欣喜自己的变化 却也没有忘 向始作俑者感恩 大恩不言谢 若有需要 请尽管吩咐 巫族正重道 前辈言重了 这只是我急性恋直之作 能帮到前辈 也是晚辈的福气 文言 巫族原本就对赵放颇有好感 此刻更是好感爆棚 越看越喜欢 恨不得将自己的重孙女巫情塞给赵放 说今天屋如何 赵放淡淡看着说今天屋 只是简短六个字 却比骂他一顿 更让说今天屋难堪 说今天屋整个表情 就跟吃了屎一样 尽管心中震惊这万寿丹神笑 震惊照放居然能拿出这么多万寿丹 但他表面上 依旧不会退让半步 哼 万寿丹又如何 又不能治疗吃同少主的病症 有本事你把吃同少主的病症治好啊 听到这话 连一些主婚派的强者 都按骂说今天屋无耻 这不是诚心胡搅蛮缠吗 真是有汝天屋身份 谁说我治不好他 赵放冷笑 这二十八颗万寿丹 只是陪衬 这第一份礼物 我真正要送的是他 话落 赵放摊开手掌 掌心躺着一颗金银如宝石般丹药 丹药新香 温润如玉 卖香十足 不过 与和魂丹亦散的惊人气息相比 明显差了不少 就这丹药 说今天屋有些不屑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只是七阶神丹吧 呦呵 没想到你这眼睛 还有能看准的时候 真是难得 赵放戏血的望着说今天屋 但很可惜 你说的不够全面 这不是普通的七阶神丹 七阶就是七阶 还不是普通 再不普通 它还能比你八阶神丹不成 说今天屋不屑 赵放笑了笑 五指一张 宝石丹药力十滴溜溜旋转起来 在其旋转之际 原本光滑如镜的表面 却是不知不觉间 多出了数道繁复的纹路 这些纹路 每一条 都蕴含着难以言喻的力量 彻底激发后 整颗丹药的气息 瞬间盖压住了 宇文轩的八阶和浑神丹 什么 若今天屋瞪大双眼 宇文轩亦是脸色微变 他身旁的稀冷 紧紧盯着宝石丹药上 那一道道深刻复杂的纹路 南南道 道文 完整大道的气息 这是七阶极品神丹 这怎么可能 七冷的南南 自然毫无意外地 传入天都风中强者耳中 听到七阶极品神丹的字样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极品神丹 不可能八 七阶的极品神丹 比八阶神丹还难炼制 谁能炼制出来 众人完全被惊住了 照放笑了笑 指着缓缓停下的宝石丹药 道 此为炼神反徐丹 一颗便可化解 吃同目前的病状 文言 全场安静 一道道震撼 难以置信等复杂难明的目光 其其落在照放身上 谁也没有想到 照放手上 竟然有比普通八阶神丹 还要珍贵的七阶极品神丹 第1450章密天的钻戒 单以品阶而论 自然是八阶神丹胜七阶神丹 可若以价值来说 七阶极品的炼神反徐丹 价值不逊色 普通八阶上品神丹 根本不是区区八阶下品的 和魂神丹所能相比 巫族众人的目光 在宇文轩照放两人的第一份聘礼 上来回游异 但最终 大多数巫族强者的目光 都停留在照放的神丹之上 与其阶级品的炼神反徐丹相比 只是普通八阶神丹的和魂神丹 简直就是个渣 不但如此 万寿丹的神效 更是玩暴松和炎炼丹 真没想到 这第一份聘礼 竟是大清神国的十九皇子 被碾压了 点双引号点点 尽管巫族强者是小声议论者 可这又如何能瞒得过宇文轩的耳目 潘英俊的面容上 略过一抹阴影 转身扫了照放一眼 第一次拿正眼看这个被他视为蝼蚁的家伙 殿下无需担心 这小子因差阳错 能整出一份聘礼 已然是极限 绝对不会弄出第二件同层次的聘礼 既能安慰道 对此 宇文轩基本上也是这样认为 本皇子的第二份聘礼 是战争堡垒 此物就算放在我大清神国 也是罕见 本皇子不信 这小子还能拿出堪比他的神物 讲到这里 宇文轩又恢复了自信 笑容满满的看着照放 见此 说今天屋也反应过来 道 十九皇子有三份聘礼 每一份都是价值连城 堪称稀是其振 你就只有这一份 谁告诉你我只备了一份 照放邪腻了说今天屋一眼 四是完全不在意他神主中期的是实力 很是随意说道 若非见已经有不少祖老 围到照放身边 可怜巴巴的盯着万寿丹 说今天屋一巴掌 害死照放的心都有了 想他执掌屋足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嚣张的家伙 照放取出一个精美的盒子 盒子不大 只有半个手掌大小 这么小一点 能装什么东西 众人好奇不已 盒子打开 一道晶莹闪闪 重视着清冷气息的光辉 撒了出来 众人定睛看去 盒子内 只有一个卡树着的钻戒 戒指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算什么宝物 在逆天的戒指 能跟抵挡一千神主的战争堡垒相比 看来 先前第一份高档词聘礼 已经掏空了这小子的家底 他开始烂于充数了 有人冷笑 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大清神国的铁骑 宇文轩看到那颗钻戒 唇角的笑容 意识浓郁起来 英婆婆等人 也都是神色复杂 赵放却像是没看到众人的反应般 捧着钻戒 来到赤童身前 单膝跪下 美丽的姑娘 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赤童愣了 他不知道 赵放此刻是在作戏 还是认真的 不过 在接触到赵放那真诚神情的目光时 他的脑海 如同万雷倾泻 一时崩散 脑海空空 脸蛋罕见的流露出一丝飞红 身体中 感觉似有只小鹿在怦怦乱撞 他有些含羞的低下头 轻轻扰了一声 赵放笑着 将钻戒套在赤童的柔嫩的真无名指上 道 那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你干什么 宇文轩似是才反应过来 脸色极为的难看 给本皇子滚下来 瞬目之下的宇文轩 直接出手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出手 那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位表面上只有神地境的十九皇子 随意展露的战力 已然不逊色普通神主 更令人心惊的是 他的攻势中 竟然含着封禁空间的力量 即便赵放速度再快 也被锁死在空间内 无法躲闪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凶狠一击临到 但赵放脸上 并未露出让宇文轩快意的惊慌与恐惧 他甚至连看都没看 只是静静望着尺瞳 刘润若火 眼看着宇文轩的攻击 降临到赵放时 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火焰光圈 出现在赵放身后宇文轩的攻击之前 轰 两者碰撞的刹那 宇文轩的攻击 并未坚持多久 便被火焰光圈笼罩碾碎 最终一同消散 刘润 你敢祖本皇子 宇文轩神情冷漠的看向 刘润天巫 方才出手阻拦宇文轩的 正是他 刘润天巫神情平静道 十九皇子 这里毕竟是我巫族 他没有做出危害我巫族的事情 我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文言 宇文轩神情越发冰冷 既然如此 那他拿不出有价值的聘礼 却在这里胡搅蛮缠 你们巫族不管 真以为本皇子是好脾气 话落 天都风下的数千大清铁骑 却是同一时间举起兵器 浑身杀气纵横 喊杀声惊天动地 冒犯大清威严者 杀 杀 杀 其实惊人 不少巫族强者 都皱起眉头 留任天巫神情漠然 后土看向赵放 温和道 既是聘礼 不知赵公子的这第二份聘礼 有什么说法 赵放缓缓起身 转向众人 神情从容道 此为钻戒 是我与赤童间的爱情信物 当然 他也不是普通的钻戒 文言 说今天屋冷笑 一枚破戒指 还叫钻戒 本屋不信 你还能玩出花来 那你就看仔细了 赵放对赤童说 你试着开启钻戒第一种法阵 可是我没研究过法阵 赤童道 没关系 照我说的做 嗯 赤童最终点头 选择相信赵放 当他的意念 连通钻戒内部时 嗡 钻戒骤然轻颤 暴射出亿万道光芒 光芒柔和 并不刺眼 光芒宣泄四方 轻刻间笼罩方圆万里 接着 一道道轰然出现 将天都封 乃至天都封四周所有人 全部笼罩在其中 突如其来的变化 令所有人都惊了 但这些 还不算什么 钻戒光辉继续扩大 凡光芒笼罩之地 既是法阵覆盖的区域 法阵范围不断放大 无数座法阵交织其内 法阵之中 更有一头头浑身闪烁着 金芒银芒的傀儡兽出没 法阵范围不断放大